小编将每天在这里分享一些文章,不苟且,不煽情,只为好好的平平生活,公民闲暇休旋之余,体会人生败态,在产妇生孩子的过程中,不一定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。 所以产妇生产时特别小心,注意不可大意,当然做医生的也要积极的配合产妇,顺利的产下属于自己的孩子,就有这样一位产妇生下两晚后肚子依然大,医生好奇低头一看,立马哭笑不得,小王跟老公已经结婚两年了,今年他顺利的生下了两个孩子,在怀孕期间小王的肚子比正常的孕妇都大好多, 然后小王丈夫带着小王去医院检查的时候,检查结果显示小王的肚子里有两个孩子,小王一家很高兴,希望自己能顺利产生孩子。 小王的老公也特别的开心,婆婆也经常来小王家里头照顾小王,一家人都起了融融的,等到小王要生产的这天,所有人都特别的激动,待在门外头等着小王的出来。 但是,小王顺利的产下了一对双胞胎,但是他突然喊道,说一声,肚子里面好像还有东西在动,而且小王的症状确实跟别人不一样。 因为小王生了宝宝之后,肚子依然很大,医生也觉得特别不对劲,然后就低头一看,结果哭笑不得,原来在小王的肚子里头还有一个女宝宝。 医生刚松了一口气,李玛提起了精神,医生故事们再次进入精神状态,最后小王在医院医生的帮助下,顺利产下两男一女,但是根据调查,能生下栽胞胎的几率很小,而且小王的丈夫告诉说,他们家族也没有此类的遗传,他自己也是一个单传的男丁,图片来源于网络。